大家好,我是李总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GP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上节课优化整理一下以前的知识 使咱们这个项目更加清晰,目录更加明白 咱们这节课开始讲一个发起流程指定省批人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说咱们在好多项目中会遇到这么个情况 就是说我用户发起一个流程 他会有的需求,会要求这样 我可以选择提交给科长呢 提交给我的组长呢 还是包括经理呢 还是我直接提交给总监呢 就是说我可以选择这种提交方式 就是说这个就是根据咱们一个中国特色嘛 就是会有很多灵活性 去增加了一些灵活性 所以说这个也是咱们业务中介绍需要的 我给大家也讲一些 这个怎么来做 首先看一下代码 咱们还是新建一个项目 啊 十四 把这个关掉 稍等 咱们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讲了?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说咱们这个好多 包括这将来咱们后续讲的一些东西都好得符合咱们国情的符合咱们特色的一些流程 这样的话就是其实真正项目中用的大部分难点还是这些 如果大家都是一级一级的这样省批也就不用什么JPPM了 就我写死了就行啊 我都是这么规定的 但是通常情况下用了JPPM就是为了灵活 你提供不了灵活的东西 你用JPPM也没就是JPPM引入也没有什么意义 你还不如写死呢 要改一下 然后部署进来 部署完了以后 咱们直接启动 先看一下这个原来这个效果 好 启动完成 然后看一下 看一下原来的效果 原来效果是在员工发起流程 我这块提交了以后 自动就到了组长这块了 这个来说 这个就是我 我还有一种请求 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员工发起了 我可以选择到组长 还是到经理 还是到总监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咱们看原来是怎么样效果 比如说我是 员工姓名叫张三 我签下添书 签下两天 咖提交 其实没有失败啊 咱们把这个 第一个弹窗去掉 我原来有搞LERT 后台肯定是没有失败的 这就是刚才咱们发起的流程 就这个 404 这个看一下 这么404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咱们看一下这块 呃 Grid get 他点度 就是咱们上这课移动的时候 没有拿Grid里边还有一个get的方法 没有去引入过来 咱们找到这个方法 咱们刚才 不是这个项目 在12里边 可能是 我们上一个备份的一个项目 记得吗 咱们这就体现出咱们备份的价值了 get OK 就这个方法 咱们把它拿过来 这个方法就是查询那个流程的详情的一个方法 OK 拿过来以后 这块 先把它关掉 然后这块 咱们就可以改成那个嗨了 嗨一下 那这样就OK了 咱们必须重启一下 咱们必须重启一下 为什么要重启呢 因为Spring 他 这有黄色箭头 咱们重新部署一下 黄色三角表示感叹号有没有部署的东西 咱们重新部署一下 为什么要重启呢 是因为咱们Spring MVC 启动的时候 会把那个controller里边所有的映射 加到进来 加载进来 如果你不重启的话 新加的映射 它是找不到的 Clean一下 然后这下再看一下 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咱们看组长这个 他发起 他的查询他的任务 刚才发起一个 张三发了一个 就两天的请求 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 就直接员工发起的 直接到了张三这块 咱们再发起一个张三 就比如说五天 记得五天啊 操作成功 把这个去掉以后就操作成功了 这个新的应该是两天的 五天的 对 然后没有问题 也说员工发起请求 都在到了组长这块 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就是 不太灵活 咱们想实现一个 效果是什么呢 就员工发起请求是 我可以到组长 也可以到经理 也可以到总监 这个非常好吧 给大家交一个绝招 来 这是一种非常好用的方式 首先 是他这块 给他来个选项 让他去选择提交到哪个地方 哪个人 让他设置一下省平 呃提交的人就是提交 选择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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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平 这块咱们给他一个 选择提交 Thank you Name等于这块Name就是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叫什么 呃叫Node吧 好这块来寄个Option Value等于第一个咱们就叫做给的提交给组长 组长 我看一下 这个提交给叫怎么经理 这个提交总结啊 经理 中间 这样的话就提交给后台呢 那后台怎么办呢 就是后边怎么去做 怎么流程怎么去部署 才能去让他去动态的能获取到的这个审批人 咱们看一下 动态 这个里边就是这节课要讲的一个概念就是动态去设置审批人员 我这块是写死的 就叫做组长 我想让他灵活一点就是我在运行的过程中去设置审批人员怎么办呢 这块咱们就给他来个变量 使用流程变量的形式 这块就node 这个node就是写的发起流程的时候传递给什么变量 他就是什么变量 就是什么我这传个组长就组长 传个经理就经理 传个总监就总监 还可以传个A用户 他就传给A用户了 传个张三用户就传给张三用户了 这个就非常简单 就是比如说这个里边就是我现在直接给大家演示一种 就是提交给组长或者总监或者经理这样选择的这种方式 我可以提交给这三个 将来你也可以就是我这块再加一个吧 咱们就叫他 提交给张三 这个人就叫张三 好 这个人就叫张三 提交给张三了 咱们到时候用张三拿一下 看到底这个张三能不能拿到这个任务 咱们看一下 也就是说这个特点就是 我就发起流程的 想提交给谁提交给谁 就是这个A传递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这个所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有了这个以后 咱们去把它部署了 首先去部署个流程 部署流程之前咱们去先做一个工作 就是他的时候 咱们需要给他把这个node传着传递进来 流程以流程变量的形式传递进来 这块咱们看一下 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咱们还是拷贝进来 咱们以后的部署流程都是在web浏览器上部署 在zip方式的部署 而不去Eclipse里面部署了 然后启动一下 咱们看一下这个经过 整个过程我再给大家梳理一遍 就是说我要去发起流程的时候 要选择想提交给谁提交给谁 就这么个效果 就是指定省批人 或者是我也可以提提交给一种角色 也可以提交给给一种人 一个具体的个人 咱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咱们首先要部署流程 把那刚才那个gip流程给部署了 OK 应该是没问题 看一下新部署的一个就是happy2 然后再发起流程 注意发起流程的时候 咱们同样 大家看一下后台代码 发起流程 同样发起的流程是这个kin 是它流程bykin 还是happy 这个时候 gppm里边部署是两个流程 一个是happy1 happy2 到底总是哪个呢 没错 大家猜对了 肯定是happy2 也说为什么 这就是咱们为什么使用kin 去发起流程原因 就是kin永远发起 是最新的一个流程 如果你用id的话 你也可以把id 这样的话 就可以发起一个 你指定的一个流程 这样的话 就是这种方式 id也不是说是不用的 就是有很多情况 也是会用到的 大家可以明确的选择 就是我发起流程的时候 是要选择最新呢 还是选择沿着老流程走呢 就是bykin和byid的区别 所以说咱们这块发起流程 大家看一下这块发起流程可以选 就是我选指定到发起到谁呢 比如说我这块这次不用张三了 这次咱们用理事 看咱们现在看一下 先看一下园 现在状态就是张三有两个任务 组长有两个任务 经理呢 经理也有两个任务 总监呢 总监也有两个任务 好 咱们现在员工在星期发起个任务 我要提交给叫理事 今天天数一天 我要提交给组长 这个时候提交完了以后 组长应该是有三个任务了 找到成功 咱们看组长的任务 好 没错 成三个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是理事 请假一天 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咱们就看一下 咱们理事刚才是一天 咱们现在请假两天 咱们选择要提交给经理 看一下经理是不是操作失败 咱们看一下什么原因 理事经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咱们这个阿甲克斯调运劳有问题 怎么回事 咱们看经理应该是三个任务才对 好 没错 经理就三个 查看 理事一 哎 不对 刚才是咱们提示理事二 怎么会是理事一呢 咱们再提交一个看看 组长这块有没有 组长这块没有扁 经理这块刚才是三个是吧 一二三没问题 那把它都关了 发现任务 咱们叫网五吧 网五请假一天 咱们要交给经理 看看经理能拿到没有 请假两天吧 刚才一天 两天为什么有问题呢 哎 总是操作失败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成功的 但为什么是失败 经理这块应该只有四个才对 哎 现在经理 经理怎么有组长 对 经理这个 他 他刚才咱们任务的环节 任务的名称 其实就叫组长审批 咱们看一下 这个节点 如果提交给经理来 他节点名称是不变的 就叫组长审批 每次两天 哎 这块拿任务这块有问题啊 看一下 他为什么这个是拿着上次的任务 网五的任务还没有拿到 哎 帐山也成两个了 总结没有任务了 哎 这么奇怪 是哪个 什么在悄悄的完成任务吗 组长任务已经没了 这也没了 这也没了 哎 咱们回头看一下这个问题啊 我刚才呃 下面研究了一下 因为我也没见过这个问题 看一下这个问题出在哪 就是我查询的时候 看到组长查的时候三条 然后过来看 经理查三条也是三条 总结也三条 而且他们三个是一样的 发现了吗 一样的 这就出问题出在哪呢 就是你看那左侧这个右侧这个推爆栏 他打开是一个 也说他始终访问是一个 咱们从我刚才看了一下链接啊 咱们这个请求这块 开发人员工具这块有个请求 他这个请求看一下是打开是 任务内门的组长 这个本来是经理啊 咱们看总监这块 也是组长 就是他们使用的是一个链接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框架底层的页面框架的一个问题啊 是咱们页面框架的时候 打开的时候是根据那个 是根据manual name去打开的 也就是说我们同一个manual name 他认为是同一个标权 这个好有意思啊 我也没仔细研究过这个 咱们看一下这个里边的有个应该是有有GS文件的 他这个manual name 看到了啊 tmanual attribute name 看暗的 有点manual name 也说他们manual 这块 他是以manual name去去去分的 所以说咱们这块还必须去分一下也是这样才导致链接不一样了 这个咱们原来还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可能前边也有这种问题 大家回避一下 就是自己改正一下 有时候咱们这个manual name要改一下 这个 组长就叫是组长这种 咱们叫这个名字不一样 这样的话 这就没有问题了 都不叫我这种啊 这经理叫就叫 经理这种 在限制项目中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限制项目中肯定是只有一个 总监任务 就是说我进来这个页面的时候肯定是只有一个 我不可能就有组长有员工有经理 就是我不可能一个页面三个角色的菜单都能让它显示出来 这是不允许的 咱们看一下这样的话 这行不行 组长这块的组长任务 咱们看打开是组长任务的 经理这块 咱们看一下 哎经理任务打开是另外一个标签 这样的话就对了 总结任务总结是没有任务的啊 这样的才是对的 所以说 咱们看一下刚才理事拿过提交的 也是没有咱们看一下 咱们提交的东西都在这块 咱们再发起一个咱们发起给经理发起一个 咱们刚才有个网五吗 我请假三天 咱们发给 提交给总监吧 就要操作成功看一下 总监有没有 中间有 咱们看一下 就是网五三天就是没有问题 这块是这么个问题 就是中间出了些小插曲 就让大家去 就是请求菜单这块出了问题 出了这种问题 我也是现场去解决的 就是现在停下来 然后现场去看一看到 也就是什么问题 也 我这块也是第一次遇到 为了不担用大家时间 就是不是和大家一起去接接 解决完了以后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验 就说 最重要的一点步骤 就是你去查看开发人员工具里边 看一下请求 到底怎么回事 这么奇怪 他们怎么看的 然后观察一下他这个这边这些标签是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咱们去 一个一个特点就是我员工发起的时候 我这可以选发起到提交给谁 是这个谁 就是咱们这里边的流程变量 咱们把这个assigner给他定义成流程变量了 这个就是一个创举 我这个变量传什么 我就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我可以传给张三一个个人 我的个人 咱们就发起一个流程 比如说我发起一个叫 张三个人的请假 两天请两天咱们提交过来 怎么又操作失败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咱们看后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咱们等会儿去查一下这个 从数据库里边查一下 我等稍等有时间解决一下这个 他为什么老是提示的不正确 咱们看应该是 看一下 提交到的任务给了谁了 给了总监了 没有张三个人的任务 咱们看一下 为什么没有给张三个人发过去 看下页面 看下页面 张三 提交的时候 提交失败了 他那样的 那样的 我看一下 看一下报后台报什么 这三个人 又出现新问题 出现问题就是咱们进一步的时候 操作失败 看看什么原因 这没有提交过来 因为它这块都没有打印的 看一下 后台有没有爆串 我看一下 打个断点咱们 重新开 可能这个发起任务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看一下 这个个人 这操作失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可能也是这样问题 这个肯定也是这块 咱们把这块都改了吧 这看到真是发起任务 咱们叫第一个叫发起任务 组长 叫组长发起任务 经理咱们就叫经理发起任务 发起任务的页面标签不一样 这样不会干扰 刷新一下 刚才咱们看了 后台打印出来了 也就是说张三应该是收到一个任务的 现在目前应该是有一个任务的 咱们看一下 所以库里边 表里边是不是有它的没有 张三是有的 咱们再给它发一个 等会儿查 刚才不是咱们出了的提示错误吗 咱们看一下 先把这个提示错误给它解决了 张三个人 咱们这次三天 上次两天嘛 接交 操作成功 这次成功了 没问题了 现在张三 咱们库里边看可疑是两条 也就是我给张三这个个人 也可以发起任务 咱们看一下 到底张三个人拿到任务了没有 咱们在test里边 做一个测试 获取任务咱们有个给他来个测试 获取个人 任务是什么意思是其实带角色的 这个 这个 然后咱们来一个纯粹的获取个人的任务 的一个 类似task 这个 Person 怎么叫Person P-E-R-S-I-O 咱们这块直接把那个 是谁给这个有点内传过来 就用户名 好 我直接获取个人这个任务 类似的Person 咱们看一下test里边咱们让他弄一个 咱们这次有了经验以后咱们就改名字需要 改这块的名字咱们叫获取张三的任务 刚才已经复制过了 好 咱们有点内门都叫张三 咱们看张三这个任务能拿到没有 重启一下 张三个人是否能拿到任务 刚才咱们举个例子举了几个例子都是角色 我提交给这个组长也好 经理也好 总监也好 就是他们三个角色 我说了这个就是流程变量 之所以这么把这个Ascener写成流程变量的灵活性 就是我不 我这想提交什么提交什么 你提交个任何一个数字就行 比如123阿拉伯数字 ABC 都可以 只要是不是不违法就行 你不要吹这些特殊符号 GPPM 什么反鞋杠 监控号 识别不了 数据库我报错 这肯定不行的 只要是能识别不了的 数据库不报错的 就都行 都能提交的这块 这个就特别灵活了 你到时候提交给一个人 就说咱们现实项目中会出现这么个问题 我有的流程特别变态 就是我去 我客户要求 我有一个流程 我指定给老板一个人 老板的名字 老板还不是个角色 老板就是个人 老板就叫什么 李彦宏 马化腾 是吧 你就直接提交李彦宏了 是吧 李彦宏跟李志宏 有这么点关系 是吧 然后直接提交过去了 然后人家李总拿到以后 当然就立马能看到了 是吧 人家不属于个角色 肯定是吧 人家就真自敢 显得比较气派嘛 我也不是个角色 或者张三任务 咱们看看能不能获取到 看一下 这怎么获取到这么一个东西 好搞笑啊 咱们因为什么 因为 我去张三任务 咱们还得那个什么 还得跳转一下 因为他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返回的是一个他 这么个东西 我们看他能走过来吗 返回的这一个 杰森东西 摘上 拿过来以后 咱们看着 张三 这是张三 这怎么是乱码呀 咱们这块看是怎么写的 怎么会是乱码 不是总文 咱们是英文 这块乱码 咱们然后这样吧 呃 这 因为咱们从中有一个跳转吗 或者张三任务咱们让他直接 因为什么 因为咱们这个 为什么刚才选 返回了一个监控号吗 呃 这块 这块我就不给大家做测试了 就是 还是做一下吧 这显得我好像不建议 是 这 特别 让大家明白这个事 就是我提交给个人也行 咱们新建这个页面 person name list task 咱们例如他这个字 也弄得个person 本来想偷一下哪啊 结果想想大家肯定这个时候肯定会骂我 所以说我不能偷懒 例子他这个 这块怎么搞 这块就是优点内幕了 好 这块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这么类似person 这块咱们就直接的认试 这个是 刚才 这只task task person task person 刚才改的是哪个最优点的获取到有点内幕这个也是有点内幕我说少改个地方嘛 然后这块 咱们就直接跳转到这个拓 让它从中跳转一下 不直接进入这个页面 好 咱们看一下这样行不行 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 我给大家去演示的更加仔细一点 我这么做就是 其实是一切都是为大家让大家看的 就是学虽然说我讲的 就是可能说不好呀 晚上也有人喷我呀 说是我讲的不好 怎么说 我只是说尽心尽力的 让大家去明白一件事情 我不可能做的每件都讲的特别好 也不是专业的去讲解了培训老师 我只是一个工程师 和大家一样 就是在互相学习嘛 之所以我讲这个 就是我想让大家 把自己懂的一些东西分享出来 看了看一下测试这块 获取张三让我 咱们看可不可以 没有获取到 咱们看一下为什么没有获取到 张三 张三 打舌头 我是大舌头 不要学法 学我啊 前逼音后逼音分不太清楚 这个呃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讲的不好的地方 尽管提出啊 我看看 为什么改了以后还是不行呢 张三 他明明的肯定是有任务的 优热内容 达断点解决问题 最不怕的就是遇到问题 看一下过来了没有 张三过来了 有那么返回了 他没有进入这个这个看到了吗 他根本就没有进入这个 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 眼面他不对 这个里边 他没有进入这个 怎么 这才对 是吧 所以说 刚才为什么想放弃呢 就是因为太复杂 是 为什么又做呢 又给大家讲下去呢 就是因为太复杂了 怕大家迷糊 看 这次再不成功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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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继续 研究一下 看看他为什么还是不进来 这个 我刚才类似他 是 Person 好 你是他不 有点 那么等于 怎么看一下这个他是进了哪个页面了 呀吗 哎 这块怎么还是说 那里面 说明咱们这个页面他去错了 错在哪了 错在这 这一个例子他个Person 转向错了 这个时候错的时候就必须重启了 因为咱们改了他的返回页面了 这次 一定要成功 我和大家一块去共同去努力啊 因为这些东西我提前会了解一些 我提前会准备一些 但不是说每一步骤我都准备好 可能会出现问题 我现场和大家调试一下 看一下 在这 哎 这是进来的吧 张三的任务也有了是吧 两个 OK 看到吗 看到吗 是两个没有问题 张三刚才咱们也是两 那申请的本事就两个 看到吗 张三个人的两天 我来看看这看张三个人的 张三个人的三天没有问题 就说这块整个就做完了 这一刻就讲那个就是发起任务的时候 我给他选择一个 我可以选择提交给任何东西 组织的角色也好呀 什么个人也好呀 关键核心就是 我去这块就是有个变量去驱使这个东西 这是核心 咱们这一刻就讲这个选择审批人 这一刻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